我想买辆车你给参谋参谋 什么车呀 必须得漂亮 还得性能好 操控性能好 还要省油 那肯定得安全 那还得质量高 那最好还得便宜 没错没错 废开吧 哪有这车呀 你好 欢迎收看夏冬平车 到底有没有这种车呢 我想是不会存在这种 十全十美的车型的 但是这是我们消费者 一个心目当中的目标 既然这是一种需求的目标 那么制造商就会不断的 推出接近这个目标的车型 新一代的马自达3 昂克赛拉 我觉得就是比较趋近于 这一目标的车型之一 因为最近有几件事 让它有点出名 2019年年底的时候 它获得了中国年度车的大奖 这是由中国的媒体 来评选出来的 跟它作为竞争对手的 都是一些高档车 和超高档的品牌 那我想恰恰是因为 马自达3是一个 我们平民化的品牌 平民化的车型 它要想做到最优秀 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媒体 会把这个奖项 颁给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同时呢 马自达3还是世界年度车 入围的大热车型 这个世界年度车 将会在今年4月份 来选出真正的获奖车型 另外在世界年度车的评选当中 马自达3还是世界年度设计车的 入围的前三名之一 那一个车型入围了两个世界年度车的奖项 足以看出这款车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车型 另外就是在安全性方面 美国高速公路保险业协会的撞击测试当中 马自达3无论是两箱的还是三箱的 都获得了超顶级安全之选 这是撞击安全性方面最高的评价 另外在美国的非常著名的一本期刊 叫消费者报告当中 马自达整个品牌还是在质量的评选当中 获得了所有车型当中的第四名 也是非常优良的成绩 中保研公布了国产马自达3 昂格塞拉的撞击测试成绩 那除了维修这一部分以外 真正的用于被动安全方面的成绩 就像美国的高速公路保险协会的测试成绩一样 是全优 它现在应该可以满足三项 好看 安全 质量好 那么价格是不是够便宜呢 它的售价是153,900 那一听这个价格在合资车型当中 价位还是非常合理的 那后面就是它的动力怎么样 它的操控怎么样 它省不省油 这些方面呢 马自达也有它长期的声望 因为马自达是日系车当中最讲究驾驶乐趣的一个车型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呢它自己也非常努力的宣传了N多年了 大体上也得到了媒体的肯定 但是新一代的马自达三 它的实际体验如何 还得需要我自己来体验 但是我肯定不会帮你们体验撞击安全性 当然也不需要我来体验这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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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马自达三好看这事儿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因为马自达一直非常非常重视车的外形设计 在这台三箱车上 如果你放在所有三箱紧凑级的轿车里去比的话 马自达三还是比较优秀的 你看它的前脸的设计 再加上它侧面的设计 但是它这个侧面的设计加工起来非常的复杂 尤其它这个车门有一个弧度非常大的一个球面的向内凹的表面 这种表面加工极难 再加上上面又出现一条棱线 所以你要把这个加工好那个模具制造是非常困难的 车的尾部也是看起来非常的有层次啊 但是这个车型你要知道马自达三有一个 它自身的一个风格就是人马一体 它对驾驶的体验是永远放在第一位 然后为了这种驾驶的体验呢 这台车就不能空间太大 因为太大了 它就影响整个车的刚性 也车身的结构上面的它的响应性 所以你在山路上操控的时候的体验感觉 就没有那么完美 而且呢为了好看 这空间也要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当你从外表去看马自达三的三乡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车顶几乎一个正圆的圆弧形 而且它的车头非常的长 它的A柱的底端呢 是很靠后的 那这样的话呢 即使这辆车的轴距明显超过了2米7 但是它的车内的空间 还比不上其他的车型 一个2米64 2米65的车的内部空间 当我们坐在前排的时候 你就很难把座椅向前移动 因为往前一移动呢 你的头就会碰到了车顶 在这辆车上 它的右座呢 是没法调节高低的 所以作为一个乘客 你想为后排乘客腾住空间也很困难 那既然无法调节车顶的高低 你只能把座椅的靠背向后 调节 轻斜一点来腾出头部的空间 但是这样仍然会影响到后排人的腿部空间 所以即使这样 当我尽量去调节了 然后坐到后排的时候 我的腿部空间勉强是10厘米 坐垫呢也比较的短 所以大腿的支撑比较有限 靠背比较垂直 所以坐在这的时候 人感觉还是空间比较拥挤一些 前座的舒适性 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 因为这种强调操控的车 它坐姿都相对比较低 它坐舱非常靠后 那这样的话 你人的坐点位置特别接近于这台车 横向移动 纵向阳斧的时候 它整个那车的中心点 所以当你在山路上操控的时候 你身体所感受到的晃动幅度是最小的 这就是它把驾驶体验放到第一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 当然那款车 我觉得不是太追求一个多人口的家庭来使用 它是一个给个人驾驶的车 或者说一个三人的小家庭 后座来放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或者是儿童 我觉得就充足的 而家用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 你后备箱空间得够 这辆车在这方面 是完全能够交一个让人满意的大卷了 而且它后边还可以释放一半 装载物品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障碍 但是我觉得马自达的这个车的设计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外观上 在内饰上面的设计也非常的让人欣赏 这样的车型它能够设计出如此的高雅的格调 并且把这种运动感和科技感都能够体现出来 它任何东西它都实际上是力求简化的干净利索 它的仪表台整个的设计 它对电镀装饰的使用我觉得特别讲究 虽然用量很小点缀的效果很棒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方向盘 非常细的三幅 竟然在这么细的上面去整合了多功能方向盘 所有应该有的功能和按钮 而且一丝不乱功能感很好用起来特别方便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它的人机交互系统也大幅度提升了 你会获得一个8.8英寸的液晶屏幕 这比过去已经大了不少 它仍然是那种极简化的功能至上的设计 而且这个液晶屏呢 它仍然保留着就是不让你出空 它离手很远 你根本伸直了手都够不到 它就是要让你去用悬崖按钮来操控 马达它很会借力 它自己不会再去开发复杂的操作系统了 它直接让你连在手机上CarLife和CarPlay 在这辆车上我稍微有一点觉得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这么强调驾驶体验和运动的一个车型 为什么它的中控上面没有驾驶模式的选择件呢 它的变速箱只有D和M两种形式 我想它可能就是说你要运动你就手动吧 根本不需要再用一个什么S 那在这辆车上它有手动波片 直接用手动换挡就行了 那想通过手动换挡来获得它应有的这种运动感觉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开昂克赛拉的感觉就是 这个手动模式和换挡波片是十分十分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这辆车它的2.0自然吸气发动机 毕竟是一2.0自然吸气发动机 毕竟它要符合国六标准 所以它的功率调节不会太高 虽然是直喷 但是它也只有158马力 而一个自吸的发动机呢 你要想让它的扭矩上来 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要让它的转速在4000转以上 它的扭矩才能上来 在山路上驾驶的时候 我就必须得用手动模式 用地挡肯定是不合适不称手的 那除此之外 这辆车就是在山路上开的时候太称手了 但是马达的所谓人马一体 它其实主要还不是以动力挂帅 因为马达历来呢 它并没有很热衷于推出动力特别强劲的发动机 而是强调的是整体操控驾驭的感觉 而在这方面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操控的体验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操控 它这方向盘直径看起来比较大 而且呢 我测了一下它的回转圈数 接近于三圈 但是这车的操控手感可是太精准了 就是它特别清楚 而且你觉得你操控它的时候 在弯道上整个这个方向盘的回转 和它的车轮的循迹的姿态的感觉啊 非常清晰 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油门和刹车的反馈力度 都是偏近 你老觉得你是在开一个性能很强的车 但是当你把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它的动力输出呢 就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缓 但是这台车的操控 还是非常可圈可点 就是因为它在弯道上太稳了 一个是它这个重心的设定的位置很合理 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座椅设计的 我觉得特到位 人坐在里边吧 它总能给你支撑着 让你身体保持一种垂直状态 不会因为车身的侧颈悬挂的压缩 而产生要倾倒的感觉 马达它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系统 就是它靠软件啊 调整发动机来实现的 叫GVC GVC呢 其实我觉得要按我的理解 就是一个定向的调整重心的控制系统 尽量让驾驶者的身体 不受到无论是侧向的摇摆 还是前后的摇摆的影响 甚至呢 它还可以呢 通过调整发动机的扭矩呢 它其实还可以降低垂直向的颠簸 在新一代的昂格赛拉上 这个GVC系统啊 它也升级了 叫GVC加 这个GVC加这个系统 它在什么地方进行了改善呢 用很激进的方法去过弯的时候 马达三的特点它调教的是 虽然是个前驱车 但是它是一后驱车的调教倾向 你会感觉到啊 如果我这次入弯的速度比较快 而我这一把进去之后呢 我方向要打得猛一些 它偏向有点转向过渡 而车尾它会向外推 这个GVC加它会让这个车尾向外轻轻一推 直接让你这车对正到出弯的线路上 就把车身给稳住了 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但是吧 这个GVC加呀 它是会跟你斗心眼的 为什么呢 就是在你过弯的时候 如果你速度特别快 它会偷偷的把你的动力收掉 让你别那么快 让速度自己降下来 那你就会觉得你过弯很顺畅 但是可惜的是我开这辆车 而且这辆车它有平式显示系统 我紧盯着我的速度 然后掉头弯 我油门不松 我看它速度自己下来了 你要想跟它这种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设定 来做一些游戏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得用手动摸着 安克塞拉的操控好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这个轮胎抓地力给我印象特别深 你够弯的时候给人的侧倾感觉非常小 几乎没什么侧倾 然后它的轮胎的质感 就是和路面这种摩擦的这种力度的感觉 让你把握的非常清晰 它反馈特别轻重 于是乎你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就好像这台车就粘在路面上一样 这悬挂调节的是很坚实的 尤其是它悬挂连接件的连接点 这些球头衬套的刚度是相当高的 但是这辆车 只要你不是压在那种特别剧烈的坑挖路面上 你坐在这车里的时候都非常平稳 另外它的在巡航状态下 那只要转速在3000转以下 发动机很安静 它的隔音降噪做得非常好 那在整个这路面上行驶的时候 你觉得这车特别的安静 马达三并没有给人一种 它车很厚重的感觉 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挑战 你的身体对车的这种各种反馈感受是很清晰的 所以这种感觉呢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相当直接了当 很硬朗的传递各种路面信息的一台车 但是舒适性真的非常好 既安静又平稳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到位 最后就涉及到了一个油耗的问题 就是2.0自然吸气发动机 配这样一个很灵巧的很轻巧的 三箱紧头型轿车 它油耗能高吗 当然作为日系车 油耗比较节约更是它们的一个主要特点 不过呢 马自达我觉得在日系车当中 它不是最节油的倾向的车 因为它强调你的人马一体的这种驾驶体验 你必须要付出一些油耗的代价 日常使用它的油耗啊 大概在8升以下 7升以上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内 回答我们开始提的那个问题 那么多的要求全都满足的车 存在吗 马自达 新一代的安格赛拉 离那个要求有多接近 其实经过这一番试驾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回答的清楚了 我个人感觉它在很多方面啊 已经达到了要求 但是呢 唯一有一点就是 它用了2.0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所以它现在跟当下普遍流行的小排量 涡轮增压发动机来比的话 在扭矩的输出方面 刚一开始加速的时候那种加速力方面 它就不占优势 在整个的驾驶当中它的动力表现 只能达到一个平均正常的水平 所以它的车型呢 在动力上都相对来说比较的温和 因此上它的人马一体 是在一种较为温和动力下的人马一体 就操控方面的体验来讲 那在市场上呢 就有两个水平 一个是安格赛拉的水平 一个是其他水平 那其他的这些紧奏型车 都跟它不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它的水平确实是很出色 非常的高 在日系的紧奏型轿车当中 跟它一样带有一些运动风格 吸引力的 是本田的思域 那如果你要拿思域和安格赛拉来相比呢 我觉着就是 安格赛拉在操控乐趣上突出 思域在空间实用性上比较突出 这两者呢各善盛场 选什么样车型比较合适呢 我还是推荐这个次顶配的 就153,900的车型 但是没办法只花这点钱 就拿下这款车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还会必须得选择点东西 就是它的手动换档拨片 当然平视显示系统 如果选择的话就更好 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 对于提升价值乐趣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夏冬平车 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的 我们试诚试驾的视频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